裡面的那個數學函數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要繼續再來看 有一個就是樂透彩 OK 那這個就是利用那個Excel來算一些統計資料的啦 其實在Excel裡面不外乎就是文字資料啦 或者是數學統計之類的啦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要做一個簡單的練習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計算一下那到底那個樂透彩哪個號碼中獎機率最高 那裡面的話這個是我們的清單 就是我們的報表 然後101年的資料在這裡 102年的資料在這裡 那這個我大概說101 其實它的結構很簡單 就是6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其他資料也許你都不用看沒關係 最重要就是這7個號碼 也就是一期有沒有 101期的第99期 101年的第98期 有沒有 所以呢他這一年總共開了99期 也就是99 總共幾個號碼 99期乘上7個號碼 所以總共是多少 693個號碼 有沒有 所以這個這個 這個 total就是693 那693個號碼裡面 1號出現幾次 不是幾次啦 當然先算幾次 再來算機率 那次數怎麼算 以前的做法是 一個加1 一個 然後兩個 兩個 第二個 三個 太辛苦了 那如果你有42個號碼 你要這樣 算到什麼時候才算得完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 要快速可以把101年 跟102年 每一個號碼 出現的次數先算出來 那次數算出來之後 再除以什麼 除以他這個全部的號碼 有幾個的話 那就可以算到他的機率了 所以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怎麼知道 這個範圍 所以我接下來 先跟各位講一下 你如果要把 某個範圍 而且他將來我們要用的話 他是跨了不同工作表 的這個大 很大一個範圍 那我建議 你可以用一個東西 叫做定義名稱 那怎麼定義名稱 首先第一個 請你把你要定義的那個範圍 給他一個 先選起來 再輸入名稱Enter就可以了 所以1請你先選 101年的第2 然後呢 捲動到最下面 按SHIFT鍵 再點那個 這個應該是追 追100 有沒有 D到追 這個範圍總共7個號碼 按SHIFT鍵 先把它 按SHIFT鍵 他就整個範圍選起來 那第2個的話呢 請你在這邊 輸入那個什麼 輸入他的那個名稱 哪邊輸入 在這裡 所以我給這個名稱 也許我名稱叫做什麼 101啦 不過特別注意 他不能用數字開頭 所以你前面可能要加一個 加一個什麼 比如說我給他一個中文 叫開講101好了 我把那個輸入法改一下 那個輸入法 用以天的 那這邊的話也許你就這個範圍 改成叫開講101好了 所以我就打一個 開講 記得不能用數字 所以我前面加兩個字 開講101 Enter 我建議Enter之前 可以先把這個 複製一下 Enter 那這個範圍 特別注意 D2到J100 那就是開講101 那一樣的道理 102年的D2 選到最下面 應該是J J105 按SHIFT鍵 然後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 開講102 Enter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有這個名稱 跟這個名稱 所以以後 我們只要 只要呢 用 假設要提取這個範圍的話 你很簡單 比如說我想知道這個範圍 你按 按下什麼 按下F5 F3 跟F3 他就跳出來了 OK 開講101 開講102 那比如說我想要算這個範圍有幾個資料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旁邊練習 插入函數的話 再來的話我們可以用一個統計類的 因為再來之前用文字與資料嘛 其實最重要的其次就是統計 統計算裡面有幾個字的話 那你可以往下選動 找到什麼Count Count 顧名思義啦 就是計算 算幾個 計個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要算這邊 101 總共 開了幾個號碼的話 那我只要按 選統計裡面的Count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在這個Value1 按F3 把開講101給他 那他就會幫你怎麼 幫你去算說 這個開講101裡面 總共的數字 所以他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六個 幫你算完之後 得到一個數字 叫693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要得到 算裡面幾個啦 如果開講102的話 同樣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最近使用過的 Count 那一樣 按F3 算一下開講102 有沒有 728 那因為他是1047 所以他728個號碼 那你想說 那老師我想知道 101年他1號出現的次數怎麼辦 那其實你可以在旁邊 用練習 你可以用一樣統計 統計裡面的那個 Count下面有一個叫 Count加if 他其實是兩個 函數結合體 Count是算幾個 if是如果 什麼意思 按確定 他會問你說 Range 什麼Range 按F3 開講101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這個條件 有沒有 就這個是Count那個範圍 如果是1號 所以1號給他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邊不就17了 意思是說 這個範圍裡面 出現那個 1號的有17次 那如果2號的話呢 你就輸入2號就可以了 13次 那我們算1號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機率 其實很簡單嘛 就等於什麼 等於 他的出現次數除以什麼 除以他總共的號碼數量 那就算出來就是 0.0245 這個就是他的機率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第一個 先定義名稱 OK 選D2 然後往下卷動 到 J100按Ship鍵 這樣子 然後在這邊打開講101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然後並且試試看那個 Count加Count一幅 然後再試試看那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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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